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秋 现在我和阿龙准备带妈妈回趟老家 妈妈的社保已经缴够了15年 现在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所以先回去带她停保 然后再办理一下其他的手续 我们的户口还没有迁过来 都是在老家那一边 所以必须要回去老家那一边办 然后呢 我们也很久没有回去了 顺便看看我们家的房子 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去已经好久了 四个四过年的时候我跟阿龙回去贴对联 贴完对联就充充忙忙就回来了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今天阿龙开车 隔了几天没开车又有点生了 开始导航 90米后再到路镜头左转 妈妈你的东西都带齐了吗 一点上都带齐了 现在就再重新检查一下 再检查 上了车你才说再检查一下 哈哈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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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手续已经办理好了 整个扣程还是很顺利的 现在准备回去家里那一边 先吃个饭吃个饭就回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化区 然后过了这个石化区就马上到我们镇上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附近然后到这里来吃饭 我们现在已经点了菜了然后这里有客家的客家菜 好有酿苦瓜呀还有青菜呀这些然后还有鱼瘸包这些就是吃海鲜的这边吃这个好吃 萝卜生好脆哦对酸酸甜甜的 你还没怎么吃这个是吧 好吃啊 那个是怎么那么辣的 醋 他这个是醋 我们就很喜欢吃 你吃不习惯 感觉有点辣 呛吼对吧 还有我们很喜欢吃这个 这个是茄子炒豆角 专门点给妈妈吃的因为妈妈吃素 还有一个是豆腐客家酿豆腐 我们这边客家菜酿豆腐是很有名的 这是我们客家名菜哦 对客家名菜 但是呢他是因为没有加葱 本来是有葱的 嗯 因为妈妈不吃葱 妈妈不吃葱 所以就让厨师没有加葱 但是他这个很滑的哦 他这个哦 来吃一块豆腐 酿豆腐 这是我们算吃的比较丰盛的 因为在家里妈妈都不煮肉 所以我们出来呢就要点肉吃 吃葱菜 这豆腐好滑 好滑 这克强蛋豆腐是酿豆腐是吃了点豆腐 这豆腐是比较滑的 这个是雪豆腐 雪豆腐啊 他放的什么那么香 我感觉他炒出来就是有香味 自己炒得出来的那个味道 对啊 自己在家怎么做都不好吃 在外面里做得好吃 过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来吃了一碗 哇虾到了 这个是蒜油开炸虾 开炸虾 蘸点酱 这个酱比较香 我们已经吃饱了 现在阿龙把车里面的空调先开一下 没有这么热 待会我们就上车 然后去我们的家里看一下 妈妈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又傍晚吃饱了 又吃饱了 然后再看看房子就安心了 回去了 对啊 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 到房子这里来了 我们家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所以平时都很少回来 这栋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 然后租给他们之前 我们这个房套网是没有做的 他们这个是自己家的 五层楼 空调也是他们自己夹上去的 我们之前都没有空调 现在房子已经看完了 我们打算要回去了 因为待会我还要赶回去上班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